4. 诊断与治疗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就理论而言 原始点医学认为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 而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需要充足的能量 此能量成为热能 因此 所有疾病症状不外乎源自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问题 二是身体能量不能充分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所需的热能不足问题 就临床而言 原始点医学通过按推与热源一以时证出 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体伤分为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 可直接导致症状 热能不足则可影响体伤 再由体伤导致症状 有症状必有体伤 身体为修复体伤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而使热能不足体力虚弱 反之 热能不足体力虚弱也会使体伤恶化而加重症状 陷入恶性循环 由此可知 体伤与热能不足彼此相互影响 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 所以治疗疾病必须通过按推与热源 才能同时解除体伤及改善热能不足 好 这个要讲这一段之前 我们再来看看昨天的医学示意图 大家看到今天因为要诊断 诊断理师从果推移 所以最重要是在一 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体伤跟热能不足来决定这个症状的轻重 那也就是我轻重就决定我们 到底要往那个研 到底是要以保健为主还是以医疗为主 那这个是一个基本概念 那就医学来看 我们说医学一定包括什么 理论与临床 还记得吗 好 那我们可以从理论来看 生命之所以能维持下去的话 身体要不要循环 组织器官如果不应做活得了吗 肯定活不掉 那他要运转正常 要不要有力量去推动 也许这个力量来自于中医 可能成为气血或是什么 我们不管 但原始点讲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概念 叫做热能 那你们就知道 说体伤也好 热能也好 因为他他在组织器官一做失调的时候 就是我说的体伤了 了解吗 这个就是一个病态 然后如果要推动组织器官一做顺畅 结果这个动力不够 这个叫做什么 热能不足 就这么简单 从理论 从生命的角度来探讨 道理也是这样 所以简单的讲这样就可以规律 你所有疾病不外治疗的生命 一个叫做什么 组织器官一做失调的体伤问题 一个叫做怎么样 热能不足以供应 组织器官一做正常所需的热能不足问题 就这样就把它倒进 这是从理论谈 但我认为医学不能只有从理论 从治疗的角度谈 也就是临床的角度来谈 原始点也是这样做出来的 他通过按推还有热能 及其他保健方法 但最主要是按推跟热能 这里就很大部分的就可以解决 就可以解决什么 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原始点是已经实证出来 疾病之一也是这样 那体伤跟热能不足是看得到的吗 摸得着的吗 看不到 但的的确确有 这个因为从理论来谈 他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运动 要不然很简单嘛 组织器官如果后面没有一个推力 那生命如果能活 那死人他组织器官都有 那为什么不能动 唉就是少了一个恶人嘛 很简单啊 所以你必须你临 事项上也是这样 理论上是 原始点做出来也是正是这样的 所以这已经是毫无疑 所以从整个医学来看 他你要解决这些疾病跟衰老也是一样 一定要通过因来改变他 那因要改变一定要通过什么 也就是到底你是要采取医疗之言还是保健之一 比如说医疗与保健 你可以护用 因为体伤会影响热能不足 热能不足会不会影响体伤 会那原始点是解决疾病的根源 那你体伤跟热能不足简单的讲 如果你们已经认为是这样 那处理疾病一定是同时都要用到 不能只有按推而没有热源 了解吗 那热源没有按推 现在几乎是这样 也不要说几乎了 就是已经从正义学图已经看得出了 你看热源要不要按推 外面热源后面下面一个是什么 按推换住 要不要按推 要啊 那你看那个医疗 按推完之后 要不要有热源外热源来温敷 要啊 所以简单的讲 解决疾病 体伤跟热能不足 都要同时一并处理 而体伤与热能不足的互动 却牢牢掌控的我们的病情的变化 甚至你的身体走向老化的速度 然后慢慢走向死亡 都跟这个体伤跟热能不足有关 好 那第一段谈的就是这样 所以 现在从医学的角度 我们就是从理论跟联床 直接切入 把它 第一段就把它讲透 那大家都毫无疑 我们紧接着再来看第二段 医学为了达到保命 即解决疾病的目的 必须通过诊断与治疗 而治疗离不开诊断 因为治疗必须在诊断的指导下 才能发挥最大效果 同样 诊断也离不开治疗 因为诊断是为决定治疗原则而有的 离开治疗 诊断就毫无意义 原始点医学是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由于症状可感可见 所以原始点医学只需通过观察症状 按推原始痛点及外内热源 就可从果推因 以研判病情治疗疾病 原始点医学的诊疗方法有三 一便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二便病症轻重好坏的诊疗方法 三便治病所需时间 及是否有效的诊疗方法 好 这里这一段 首先先把诊断与治疗做一个介绍 因为医学很简单嘛 他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样 疾病嘛 最基本 那解决疾病这里含义的是什么 当然只是单纯的疾病吗 不是 我这里特别加紧保密 因为如果命都没有了症状好了 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这里跟别人的血法 以前都是说血血疾病 我这里多加了一个保密 保密比疾病解决疾病还要怎么样 重要 这个都是患者的心声啊 但我们的医学反而忽略的这个最重要 反正你的症状 我有办法帮你解决 但我不保证你走得进来 能够走得出去 可能会被抬出去 有没有 如果不是这样 他怎么会叫你进来 要签贴贴贴书呢 对不对 那一显然他就已经意识着我们 我们这个医疗是解决你的症状 但不保证你能活下来 对不起 可能中间会有意外 因为处理症状会危及生命 所以你必须要签 你不签 我也不敢做 因为怕 你以后走了 如果心不甘情不厌也麻烦 一天来找我 我会受不了 如果你不来找我 你家属来找我 我更受不了 晚上你来找我 我受不了 白天你家人来找我 我也受不了 所以干脆我不做了 你不签 我就不做了 会不会这样 真的 现在的医疗情况确实是这样 那很简单 就是现有的医疗 少的症状 你治病一定要先考虑到什么 保密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积聚很重要 特别重要 所以我先把我们的医学的目的 先讲清楚 那他一定要透露 诊断跟治疗 对吧 那诊断与治疗之间的关系 我这里就讲开了 不能切割的 你诊断归诊断 治疗归治疗 那这样的诊断到临床 就会出现问题 就像我昨天讲 本来医器检查的 是为了解决疾病 对吧 但竟然把异常也当作疾病 那就老病不分了 那源头本来是要设计解决疾病 到医疗的时候 已经偏离了 已经超出医疗要治病的范畴 他领导都要怎么样 去控制他 比如异常指数 要控制他维持在那里 那就已经超出了 这个昨天都讲过 所以他两者是不能切割的 一切割就会发生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从源头如果不想清楚 越走就会越远 所以在医学的探讨上 这些都必须要谈 那保 这里也显示一个前面讲的 既然保密 保密最重要的是热能 而反而不是体伤 那保健的手段一定是很重要 所以你们看喔 按推晚一定都有热能 对不对 同样热源 热源使用 像保健喔 要改善热能不足的时候 他配合按推幻处 但有些早期我们没有配合按推幻处 他可以不可以改善 也可以 只是到了像这种硬结肿块比较麻烦 就必须要配合按推 对不对 所以热源你到什么病 反正都会使用到 所以我为什么热源这么重要 所以摆在第一 保密就是先移疾病 那诊断你治疗 两者既然是这样医疗与保健 也不能做切割 前面就讲一定要同时 那同样诊断你跟治疗切割很麻烦 你看检查了那么多好几天 那治疗了方案再来讨论 这个就是已经怎么样 有一点拖几了 何况诊断的目的是要解决疾病 到了治疗的时候 连老也要致病 连衰老也要致病 那就是违反原来的 所以这里原始点 这样讲就是说原始点已经怎么样 把诊断跟治疗怎么样 完全的结合了 其实你谈原始点的诊断 事实上一定会谈到治疗 你谈治疗 治疗里面一定会有诊断 简单讲就是 他已经诊疗合一了 诊疗同步了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你任何医学都会说 啊也有诊断 然后有治疗 原始点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当时候我在 偏医学示意图的时候 试图要把它切割 把原始点的诊断跟治疗 但怎么切割都切割不了 比如说按推 按推这一个动作 他既是治疗 按推原始痛点 既是治疗也是怎么样 也是诊断啊 你怎么切割 他一个动作 竟然有两层含义 治疗跟诊断合在一起 所以到了这个境地 你怎么切割 没办法 那也就是原始点 把医学推到一个怎么样 推到一个诊疗合一的地 这是从古至今未出现过的 你想想看 那有没有一种医学 在帮你诊断的时候 已经在治疗了 绝对没有 不可能有的 中医也没有 西医更不用讲 好那你们就知道 我如果从原始点来谈 诊断跟治疗 他的思维是有意义过去 所以我很担心 如果照不接触原始点 你们都会被现有的一些 诊断的归诊断 比如你今天来诊断 明天再诊断那个判断书都出来了 诊断书都出来了 你后天再来看病有没有 有时候都会这样安排的 那就是分开了 然后各种不同科 我们不是耶 我们一个人 一个动作 诊断治疗都已经在里面了 这是什么概念 省掉很多麻烦了 然后很多繁复的程序 都已经简化了 那也是因为过去没有这样 那原始点再谈 诊断与治疗 那里我花了很多心思 真的切不开 所以我先意识的 诊断跟治疗的关系先谈一下 那我们后面再进一步来谈 是这样 那我们的诊疗方法 也就是 你看我都写诊疗方法 也就是诊断跟治疗 已经合在一起的方法 那这样的方法 我们分为三大类 就是刚刚你们练 那我认为这三大类 简单讲 就是第一项 变病症体伤位置 昨天也讲过这个做不重要 没有他处跟患处的概念 你怎么治疗 你连要用医疗还是用保健 你都搞不清楚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还有病症轻重好患 这个病是轻还是重 要不要诊断 当然要从果推因嘛 从观察症状 我们也讲原始点跟中医 都是以症状为主 然后这个可以从这里来观察出 从果推因看体相跟热能不足的严重程度 然后你就知道轻重 就知道好转移恶化 是这样的 那到了第三项 原始点你看看到什么病就开始 因为我们累积了 因为我们做的程序都 一步一步都讲得很清楚 你这个轻症如果应该要安推原始痛点 这个重病一看到就不能安推了 对不对 要先温敷了喝姜汤了 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来我们第一个 我们没看到什么病 我们心里前面经过这两项 我们就知道这个病多久没有 就可以开始推估了 我昨天开玩笑讲说 原始点看到什么病都 即便像乳癌昨天我放爆掉了 我们都可以乐观的推估 这个应该两个页就可以修复啊 有没有 那你们看到我的鼻尖最后用 涂半年没有效 最后搓它揉它 一两个礼拜就改善 那你们就可以推估 以后一到我中 差不多两三个礼拜你们就可以搞定 对不对 因为有案例可询啊 那牛皮症也是啊 刚开始三个多页啊 三四个页 然后越做越精细热源越使用 现在变成两个页啊 现在没有一个多页 甚至一个页内就改善很大 那这样我们以后遇到牛皮症 就可以断定了 所以原始点它最大的就是 医学不敢喷住这一块 医学就是说 不能预测这个患者的病多久会好 但我们恰恰相合 比如你痛 他痛揉几下就改善了嘛 对不对 这个还不能预测 那这个医学有什么用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 有时候一两次就好 那到了重病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累积很多案例 我们也可以推测 所以原始点是看到这么严重的病 就很乐观的开始预估 很多久想把它修复吧 那 那 那西医下下降 他是看到这么严重的病 他就开始预测你多久会往生 所以他的诊断来自于你的死急有多近 只是这样而已 那两者完全那个心他还是怎么样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第三条很重要 所以他们不敢预测什么时候会好 但他可以敢预测你什么时候会死 这两个医学最大的不一样 所以第三项是很重要一项 因为医学没有人这样预测的 但他们可以说你什么时候会死 导致他们可以抑测 昨天癌肚瘤就讲 你只要检查出来你大概活两年 像我太太就是说你一到两年 必死无疑 就给我一个像他们像云罗网 就有一个诊断出来宣判 现在原始点是这样吗 然后昨天你们也看 那个乳癌爆掉的去 其实马上宣判 他们他们的诊断非常利用 你三四天会挂掉 昨天那个子宫颈癌的西亚图的 你已经埋梦了 你半年会挂掉有没有 所以他们都是怎么样 他们的诊断来自于什么 预测你生命有多久 那原始点瞎瞎瞎瞎 他即便这么大的病 他还可以预测怎么样 多久会好 所以学原始点来原始点的人 病人也好操作的人也好 心情都是怎么样 很快乐的 然后每一天都是有希望的 但是原始点也不会盲目的乐观 如果用尽了所有方法 比如说急性的 那如果没有效 用尽所有方法 好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 这个短期重阴不能解症 比如说粉碎性骨折 那都已经你要归为原位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盲目乐观 也有他的极限的种 我们也可以考虑 从国际症 我们是这样的 所以我下面这一句就是留下乎笔 如果还有慢性病 如果超过半年没有效 我就是留下这个乎笔 那这个就是重阴解症已经到极限 那后面我们会讲 所以我只是就这三种 先大概介绍给各位有一个概念 那这三种重不重要 你看第一个来 我就确定你这个病 到底是他住还是患住 那在治疗你就有所本 第二个我看到你的病 我大概就知道你是轻还是重 甚至有没有违及到生命 我马上就可以诊断 这个都是跟患者接触 短短的几分钟 就有这样的方法 他们是一个阶段一个 是三整同时融合忽用的 然后开始我看到你这个病 我马上心里浮现一些画面 以前这个画面 我多久把你把人家讨好 你这一个我再这样用 也是多久会有 那马上就有画面 然后如果他已经超出我的画面 然后也原始也没有谈到 这些病可能要急性病 外伤可能要接触从国解症 那这些原始点也会提示 所以你看这变 诊断跟治疗完全结合的情况下 竟然在患者 竟然短短的五到十分钟 你已经我五到十分钟 是比较保留的说法 有时候一两分钟 大概就已经了难于胸 就好像高手过招 你大概有多少的分量 我会已经都把你量测出来 那高手过招不是 跨来跨去跨了老半天 人家高手是一刀出来 你就倒下去了那个 那原始点是就是这样 那就是当你量就是患者来的时候 那他的动作种种形态 讲话的声音种种 你观察大概你就有方案 简单讲这个功力就好像目击而盗手 那个盗家讲 就是看到我就知道你到底功力有多强 有这样的味道 那原始点三大诊疗方法 如果能够融合的互用 确实可以这样很自善 那你来我我会告诉你我的方案 但是也要办法配合 如果他配合不配合我也没办法 好那这里拉利拉扎的先把 三大都介绍一下 接下来就是要怎么样详细介绍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一 变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变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首先需观察有无体力虚弱病症 其次按推病症相对应至原始痛点后 使病症有无改善 以辩明病症之体伤位置 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从而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由于经络穴位阿氏穴乃至原始点手法的研发 都是为了改善织组织器官运作 达到快速解除他处体伤 所致病症的医疗目的 外内热源按推换处乃至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良好心态的研发 都是为了改善热能不足 达到延缓衰老增长寿命 及自我疗愈患处体伤所致症状的保健目的 所以 医学诊疗之实践 辨明病症之体伤位置 是决定医疗与保健的诊断方法 此即 病症属他处体伤者 表示热能不足还未严重 应通过医疗 以按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从而达到快速解除病症为主 配合保健之外热源温肤原始痛点 改善局部热能作用 以加强解症效力为补 症状属患处体伤者 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应通过保健 主要是以外内热源之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用于患处体伤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保命即自我疗愈疾病为主 配合按推换处 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帮助吸收热源 以加速自我疗愈为复 由此可见 未免误入歧途 延误病情 不论医疗或保健 皆需通过诊断 以辨明疾病之体伤位置 这一段运下来看得懂吗 看懂去说我看一下 好 表示我写的还真不错 以前这些都比较很难表达 事实上在医学示意图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如果从医疗按推原始痛点 对不对 那保健就有五项 万一热炎配合按推换处 运动 心耐休息这种种 好 那保健是解决换处体伤 对吧 按推原始痛点是解决什么 差处体伤 那这样说来 你不管医疗或保健 要不要先辨明体伤的位置 要不要 一定要 这是基本功 所以原始点好在前五年 就是把一条脊椎大开关 一条脊椎基础原始点找出来 然后这个大开关 如果都解决不了 那肯定别的小开关更不用讲 那就可以确定 到底这个是他处还是患处 先建立了这样的基本功 后面才有三大诊疗方法的延伸 还有发展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 好 那这样说来 医疗与保健 这里有几个重点 如果你诊断出来是属他处体伤 我们来看看原文 你们这里上去 再上去 再上去 好 这里 这里喔 病症属他处体伤症 这一句很重要 表示怎么样 热能不足怎么样 排位严重 所以硬通过什么 医疗还是保健 医疗 好 这时候就不需要重用内外 因为前面已经告诉你嘛 他处体伤热能不足 还不是很严重 那这个就不需要 已经帮你点出了 这个不需要保健的方法 至于最重要为主的是 按推原始痛点 好 那按推原始痛点的目的是什么 这里很详细的解说 一开始都把它说清楚 就是要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从而达到怎么样 快速 这里一个特别的就是快速两个字 所以我们在判断快不快速 我们非常快速 就按推一分钟以内 我就可以判断 你这个病到底是 他处体伤还是怎么样 患处体伤 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好 那接下来 下面这一句也蛮重要 配合保健之外热源 温敷原始痛点 改善局部热能作用 我不写改善局部热能不足哦 有没有 因为他热能不足不是很严重啊 我们只是要加强他的热能作用 来帮助他刚刚按推原始痛点 的解症效率而已 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这里特别提出 你们在看文字的时候 我特别强调 他是局部的也不是大面积的 因为原始痛点那个痛点都是怎么样 很小局部的范围 好 那你看我是用外热源 这里不写说 配合外内热源来温敷 我又没有这样写 没有 我没有说用外 那也就是你们不要清 以前大家都说 反正患者进来 张医师讲的体伤跟热能不足 都要同时处理 那反正进来 我就帮你按推 就叫你喝姜汤 就叫你温敷红豆袋 有没有 不管心重病 都是这样做 但这一句话 已经点出了 原始点医学的精神不是这样的 不是每个人进来都要喝姜汤 都要按推 了解吧 如果它是属他素体像 简单的讲 要不要喝姜汤 要不要 不用 这是因为我昨天第一天跟你们讲 他素体像 不需要喝姜汤 你们认了一下 有没有 今天一过解开了吧 因为你看如果一根指头痛 你还叫患者 他体力也很好 你却叫他进来也喝姜汤 不分心重病 那你们实在选什么原始点 你们就像按摩眼一样 也就是一根指头痛全身按摩 不管他什么 反正我总有一处会按到你的开关 那同样的喝姜汤也是 喝姜汤它不能直达到手指头啊 它是改善你的体质 你如果了解其意的 你怎么会不分心症重症还有重病 然后一来全部喝姜汤 全部按摩 全部温敷 红豆大 你们会这样做吗 所以如果你们这样来看 心重症 要不要喝姜汤 诶 我刚刚讲心症是绝对不要了 重症呢 要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那我不要的举手我看一下 重症也不要喝 哎呀我现在一考哦 这里都是资深的哦 一考全部都倒 所以我说我们看似走得很近 但离的却很远 所以我已经给你一个答案 重症要不要喝姜汤 要 不用 蛤 蛤 你们昨天也蛤 今天又蛤了一次 我这是很主定的讲哦 重症是不要喝的哦 了解 如果患者要喝 你能不能说张医师说你不能喝 可以吗 人家要保养你也管人家要保养 但是你知道这个喝 跟病情是无关的 一定是很清楚的 你在搞什么事 你一定很清楚 所以我看你们几乎都答错了嘛 所以我说 如果在你们在讲课或是怎么样 可见你们进来 就没有遵守我的规定 就是原始点 他医疗是很专业的你知道吗 来你该喝姜汤就喝姜汤 你该温敷就温敷 你该按吹就按吹 那个是很详细的 不能模拟两可啊 那模拟两可怎么能称为医学呢 我要求的是这样的标准 不是要让你们最后搞到像按摩院这样 来了每天都这样忙 然后也毫无头绪 然后心众不分的 不是这样 所以我这里特别强调 如果他热能不足还未严重 他只能怎么样 配合外热源 连内热源都不必了 了解吗 后面我会讲到重症 我也是这样写 脑袋有撞过来 请举手我看一下 还是少 没关系 我等一下还会放安妮给你们看 我也知道喔 这对你们而言 一开始讲清楚 你们反而惊讶 了解吗 这个不难讲 不难把它讲清楚 好 那我先把这里已经意识了 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要项喔 所以你们如果我今天 你们没有来听过 我不相信你们快速读过 会了解我的意识 因为我明明这样写了 你们还说轻重症 还要喝酱汤 到重症就要喝酱汤 对不对 那可见你们自己读是读不出来 所以好好 再把它消化一下 那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重点的提示 这样你们如果是说 属塌素体伤 就知道了 它只有两个动作 按推 还有局部的 局部的加强热能作用 不是要改善热能复制 那既然不是改善热能复制 你怎么要喝酱汤 是不是这样 那自我就矛盾了 所以你们在做延迟点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这样反复的去思维呢 好 这先丢一个这样的大问题给你 当然我以为跳过来 到重症的时候先停 但是我想一路这样读下来会比较顺 所以我暂时讲迭到这里 这里就没有问题 那好 下面这一段也是要注意的是怎么样 如果是属患素体伤 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那很显然不用 话不多说 第一个一定首先要重用怎么样 外内热源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了 那外内热源 到了热能严重不足 我特别强调 主要是以什么 姜粉姜粉泥或姜汤 这个就有一点啊 直达泡素体伤 不管你要把它变成内热源也好 外热源也好 外热源就是大面积的 了解吗 不是像他素体伤 只是小面积的这样土脊下 然后温敷极部 那不是他有时候直接塗大面积啊 那个 而且这里写的是外内热源 那他素体相似只有写外热源 有没有 这个很重要嘛 这个都已经把你们定死了 以后不要自我发挥啊 原始点就是照做听话 这样就能做出来 那听不懂没关系 就翻书 看怎么写怎么做 好 那主要是以外内热源的姜粉 姜粉泥姜汤 用一罐素体上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就是大面积涂在体表 那器官呢 指的像直接洗眼睛啊 喷鼻啊 洗耳啊 还有灌肠啊 洗阴道啊 这些东西 好 这里是特别提出 那这里你们已经闻到一个 就是都用姜耶 将来的姜 对原始点依赖大不大 真的大 我一路研究到最后 真正最好的热源 尤其到了重病的时候 关键就在姜 那姜 关键就在怎么样 品质 比如说做不出来 不是你们观念不清楚 如果拿到不好的姜 比如说是做不出来 我们有发现 比如说乳癌 他照我的方法 怎么还做不出来 结果他的姜 品质就很烂 最后基金会再寄好的姜去 他再重新用 他就好 这种案例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遇过 有遇过的举手我看见 而这里还有真的比较 其实真的我们遇过 所以到谈到这里来 我说杰圣公益赛奇事 必先怎么样 立体系 立体系 所以原始点我经过这样 十多年这样到处跑 最后基金会 因为每一次每一批我们都会检验 到最后发现 癌哪里最好 我们最后 最后一个一句话 就是有机认证 你们也不要想太多 以后如果你们用到重病 轻症我认为轻重症都还可以 了解吗 好那个品质 还可以容许有一些弹性 但到了重病有危机生命的 一定要先记住我这一句话 选欧美认证的有机的 因为起码人家已经都认可了 因为我们也不会辨别 那你们检验要花费很多钱 我以前前几年 基金会一直花检验的钱 发到最后学了一个经验 就是反正有机这样 然后一定要经过认证 是大家共同认证 不是谁来认证 那因为他要维持这个认证 他一定要保持他这样的品质 了解吗 那这样显简不简单呢 就简化了 原始点都是把很繁复的怎么样 简化掉 那这个你们在使用的时候 特别注意 我只能提到这样 因为现在这里写的都是这样 后面重病处理也是这样 那这样胜负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这这几年原始点在将寻找的时候 已经经过漫长的时间 所以才确定这样 好那这个题外话 只是你们看到这一段 我说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里 再来下面这一句话 我认为也蛮重要 加上改善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怎么样 保命 保命及自我疗异疾病为主 其实我还是要声明一下 原始点 我做在推广的过程中 我一直希望原始点 就是大家专注在那个法上 然后专注在患者身上 那为什么要做功力 就是不想有那个其他的概念 所以原始点我教他 原始点切开之后 原始点不做买买 比如哪里整机刷好 我就介绍哪里 哪里将好我就介绍哪里 但不坚持 跟这些都有关 但我要推荐的就是最好的 要不然你们不知道最好的 你们买到次好的 我担心啊用不出来 保护我的品牌怎么样 我说这样可以用 结果你们把它搞砸了 我真的担心的是这个 其他我不担心 因为我很少去关心 那个基金会到底钱多还是钱少 这些我都不是我在乎的 那我比较在乎的是 原始点能不能救我 要不然我月以继日 再写这个作者 所以这一点哦 另外 希望大家来得能了解 真的 制定他是一个很严谨 绝对不是一个开玩笑 你要让这个医学能够改变 你就是第一个 心念一定是在伴者身上 而不是想他口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真的 如果还在想我早就不干 我还是回去开诊所 你别以为我开诊所没有声音 我跟你说 我可能看到死都看不完 要赚很容易的 就不需要来这样分波 所以医生的目的是 一定学原始点 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想清楚 如果要发达 这是一个救人事业 对吧 你是要救人 他是以这个为主 先想清楚再来做 但是现在很多人 已经他也想好了 他想发达的也又来了 没有可能 但是我认为 我希望说将来原始点 他真的留给这个人类 是一个干净的 是一个很清楚的 我是有这样的期待 要不然我走了 还能留给社会什么 财富也带不走 能带就是一个社会的风气 我这一点是特别强调的 好 好 那话题再拉回来 如果外面热源 你们从昨天听了就知道 还要配合怎么样 按推幻数 那按推幻数这一个动作 是保健呢 还是医疗呢 为什么按推原始痛点就是医疗 按推幻数就是保健呢 我这里写得很清楚 我就是说 配合按推幻数 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按推原始痛点也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但这里的目的跟他不一样 前面是解症 这里是什么 帮助吸收热源 以加速怎么样 自我疗愈 他不能单独 前面按推原始痛点 能不能单独解症 可以 按推幻数能不能 不可以 他一定是 依附在内外热源之下 了解吗 他是帮助热源吸收 所以他的目的很显然 跟他入理症解症是不一样 我这样讲你们听懂吗 所以经过反复思维之后 我就还是决定把它放在保健 因为他没有保健他就没有存在 也就是他没有热源 他就不存在这个按推幻数的问题 所以你把它放在医疗 就有一点问题了 了解吗 就好像运动 你说运动是医疗 他不是 他运动完能帮助怎么样 吸收热源 那我们把热源赶快吸收 转换成热源 然后达到改善热源不足的问题 那这样来按推的幻数 其实他的目的跟运动有没有相似 这时候有没有相似 有 有 其实是相似的意思 所以经过这样反复对消 我才把它推到保健 这样你们了解我的心意了吗 所以很多人到这里我怕你们以后 我一离开你们又在争吵 因为那个按推 按推他属张医师把它偏为医疗 按推幻数竟然说是保健 那同样手 这个手怎么突然间变来变去 了解吗 想要达到的目的不一样 就像车子 你今天在重庆要到福建的方向 他也可以到达 也可以到达北京 假设保罗是这样的比喻 那同样古车你要到达的目的 一样吗 不一样的 但你要选择你到底要往南的 还是要往北 是不是 就是同样这里就是按推 看似一样 车子像一样 但是你要达到保健 或达到医疗的方向 是怎么样 不一样 因为位置不一样 就决定他的方向不一样 我这样讲解听得懂啊 听懂去说我看一下 好到这里应该就 所以这几个重点就是 稍微一开始先把 让你们厘清一下 这样读起来你们就知道 我这里讲为什么是这样写的 好 没有问题继续再看下一段